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烟幕降临后 又是他奢靡的一面 在我的大学时光里 我穿街走向 凭借眼睛和耳朵 感受到了这座城市中不同的艺术形式 我第一次看到水彩画是在一间画廊 我仿佛看到了一只只形态割异的小狗 在画框上看着我 在跟我讲话 无论是他们身上的服装配饰 还是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或忧郁或迷茫 或是燃或悠闲的情绪 都像极了生活中的我 像极了现代的都市人 我第一次发现 绘画可以这么时髦 水彩可以有如此强烈的表达力 我想要更深入地了解水彩画 我想离水彩画更近一点 于是 画家唐云辉就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水彩画家 唐云辉告诉我 绘画艺术就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因此他的绘画诉说的永远都是正面情绪 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是不同的阶段的生活过程当中 会碰到各种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 或者是精神层面的一些压力 或者说工作上面的一些困惑 我个人就是总希望把他这些困惑 或者这些精神压力转换回一层美好的东西 其实追求美好的状态其实是每个人的愿望 我想我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我想我用我的那些温暖的画面 或者说那种快乐的形象的那种状态 通过艺术创作来传达给那些 或者说对生活有积极向上的要求 或者说他感受到那些生活 或者说他正好想改变 或者是提升自己的正能量的那些人 能够通过我的作品来达到他的对生活的渴望 也许是因为我感受到了这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也许是出于对水彩画的好奇 之后我走进大大小小的画廊 走遍大大小小的画展 每幅画每个作者每一个不同的风格 对于我而言都是一个接受新文化的方式 我比较注重的是对于一种画面 一种审美方式的一种提炼 那么我比较专注的是 从一种东方人的一个审美方式去介入这个对画面的思考 因为中国的传统的一种乡村的一种风貌的一种存在 实际上它是一个中国的一种人生观或者哲学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质化的一种体现 因为中国人原来在选取它的生活场景的时候 它是非常挑剔的 中国的这个道家学术它是讲究天人合一的 它把自然当作生命体一样的去考虑的它的一种存在 那么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在这种玄境当中体现了它的这种哲学观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实版的一种中国哲学观的一种体现 平龙是我结识的第二位水彩画家 他擅长水彩的风景写生 他频繁奔走于乡野村镇 寻找和挖掘中国传统文脉的遗运 在这些作品中我能感受到陶醉、创燃、惋惜等情绪交织其中 平龙以一种观落花失去的心态来欣赏和抓取尚存的瞬间 又画笔触碰历史的年轮 以水和彩记录真实的感受 随着我对水彩的喜爱不断加深 我拜访了越来越多的水彩画家 在柳翼的作品中我看到了生命的动态 感受到了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耗尽生命的执着精神 这张呢我就把现代芭蕾舞的这个元素放进去了 它可能有一种现代意味的夸张 或者是现代意味的有一种含义在里面 所以我是通过一个男演员和一个女演员 那个非常有灵性的一种交流 这种交流不仅是演员的交流 是我们现代芭蕾的一个语会和古典的这么一个场景 就是跨年代的这么一个交流 就是远古和今天的这个交流 我想我这个画的这个语语是在这里 从梁刚的作品中 我读到了一种希望将中国传统文化 跟西方文明互融的渴望 我把这个摇变这种感觉 作为我水彩画的又是另一种创作的源泉提成 我挖掘一下 然后就这样不断的进行思考 进行观察 然后根据水彩画的这种紫色跟水之间的 一种木气的配合渗透产生的这种效果 其实摇变系列更多的是我自己的一种想法 包括把传统的这种我的理解 传统把它在画面里面的体现 跟音乐系列里面纯粹的一种玩味颜色的那种变化 构图的现代感 还是有点距离 就是不一样 又从陈伟中的作品中 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神秘和变化莫测 水彩画它有自己的特征 这个材料更能表现透明 灵力尽致 流淌 可以利用它这个水性的特质 进行一些人为的操纵 比如说现在这个样子 它会流出那种很奇特的效果 朦胧感 几年的时间 我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水彩画家 虽然水彩画在中国艺术市场上不被重视 但他们却义无反顾地扎根在水彩领域 因为他们认为水彩画很透明 能一扫现代人心中的硬霾 水彩画很淡雅 能抚平现代人繁杂的情绪 水彩画很抒情 能抚慰现代人紧张的心灵 水是无可名状耐人寻味 深不可测 奥妙无穷的 是激情四溢 变化多端 大气磅礴 粗化狂放的 是坚毅有力 无坚不摧 浩瀚无边 包容一切的 因为上海 我喜欢上了水彩 因为水彩 我更爱上海 我们下期见 多术和我 쉽替天